我們在整部教學的最後面要來跟各位介紹 就是大家如果從前面都有看過 你會發現在Portuos裡面 你需要記得非常多的快速鍵 當然你不是說我這樣講完 你可能就馬上記住了 然後我們這邊就要介紹一下 就是如何去查詢我們的快速鍵 我們在Help這邊 會有一個Portuos的 shortcut 然後他就會點出來 然後這邊就有PDF檔 當然你可以直接登錄到你的電腦裡面變成一個PDF檔 當然你可以從這邊看 不過因為都是英文 所以各位可能就要稍微花點時間去習慣一下 對然後去尋找一下 我覺得建議是偶爾看一下 然後稍微了解一下 而且他非常的詳細是還有Mac跟Windows的 所以這樣的話各位就不會太擔心 就是你如果是PC的話 一樣是可以查詢的 然後他還是有一個就是目錄讓你去查詢 就是如果你現在想要知道 哪一方面的快速鍵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透過這個方式去查詢 OK就是基本上是從 這邊有一個Portuos的 shortcut 然後如果你對於基本上所有如果你還需要一些進階的操作 那你可以點開Portuos reference guide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Portuos的說明書 只是說因為他全部都是英文 那就是如果你英文OK的話你就可以去花點時間去看 那你可能會了解其實更多的一些在使用Portuos上的操作方法 那這樣還這樣會增加以後 相信會增加你以後在工作上使用Portuos的效率 好然後最後因為這一次的示範的版本是Portuos 11 但是他並不是Portuos的HD版 所以他算是有一些功能是沒有的 那所以如果你的是Portuos HD版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參考一下這個reference guide 然後去做一下 多看有沒有看得多哪些功能 然後就可以去稍微知道一下了解一下 因為可能HD可以做比較多的事情 但是基本的操作方式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只有一些進階的功能的差異性 好到這邊 就是這一次的Portuos 11的入門教學 然後希望對大家都有幫助 可以快速的熟悉Portuos 然後馬上上手 好我們之後也會就是繼續製作 更多的Portuos的相關教學 然後更進階的教學 好然後在這邊再次感謝大家的支持 好然後我們下次見